贺龙就此国军中将一命,在他的帮助下屡次脱险,气得蒋介石直骂人,1935年11月由人毕时,贺龙、萧克、王震等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丧直开始长征在这支长征队伍里,却有一个骑着枣红色螺子的特殊人物。 他就是人国民党相恶川前,剿匪第一纵队司令,兼第41师中将师长张正汉,而这个张正汉他是1898年,在江苏同山出生,随后在保定军校学习等到1924年的时候,就开始到奉军任职在这段期间里,他还跟着徐树正参加过与外蒙古谈判的事件,随后又跟着部队一起去北伐。 直到193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中将军衔,担任师长一直随后在1934年10月的时候,蒋介石就派出张正汉,带着武器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对红军进行为追赌劫。 而在这段期间,张正汉均灭了不少红军甚至还口出狂言,要活捉此次红军的领导人贺龙。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时候在1935年6月,发生了他带着自己的一个师以及黄伯涛的一个吕不幸,被贺龙又既在中宝一带给围了起来,而黄伯涛见状就直接逃跑了。 只留下张正汉的部队与红军一直抗衡,可是由于红军率先发动攻势,使得他部队的电台直接就被毁掉了,让四千余名战士死掉。 就连他本人身上也中了好几枪正当他准备自杀的时候最终被参蒙给拦了下来这才使得他成了俘虏就在他被抓以后,以为红军会杀了的时候,贺龙放话,不仅没杀他还找人为他处理身上的枪伤。 这一下子让张正汉对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等到他伤好了以后,就打算回家不再任职贺龙,就说出了他此次任务,失败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随后希望他可以留在红军之中,毕竟他是炮兵的人才最终在多人的开导之下,他才最终留了下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竟又派出20万兵力前来围剿红军,贺龙就召集众将士前来商讨,转移的事宜,并特意将张正汉也请了过来。 张正汉凭借着多年与红军的作战对这支部队已经非常熟悉,就建议部队不应该从北边转移,要从南边国军军力最弱的地方突围,随后又将国军的兵力不防图详细的描述, 了出来这才最终,使得红军从包围圈中跳了出来。 蒋介石知道是他的谋话后期,的就是直骂人,在随后攻打龙山线的时候,靠着他精湛的炮兵技术,才将坚固的城墙打出缺口,为红军增篇轻功。 等到过军沙江逃避追兵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建议,下江山中的竹子扎成竹筏,还教会战士们独特的捆伐这才使得罚子异常坚固,这才使得红军没有被歼灭。 这次直接就弃的蒋介石要下令将其抓起来,等到红军成功会失忆,后他就开始了自己教授炮兵学员的兼具任务。